作為評審老師 各位參賽同學 大家好 我是俞瑞澄 我是邱宣揚 我是周一瑋 我們是 HA M 今天我們要介紹的書是 生物多樣性的早餐 破壞羽林的政治生態學 我們的主題是吃早餐 吃羽林 全球化的年代 吃的早餐不再只有燒餅 油條 新洲 小菜的選擇 也可以像其他西方國家一樣 來碗麥片 加上玉米及香蕉等水果 而西方國家單就美國而言 若三億的美國人早餐都是如此 不知釀有多驚樂 美國自己有一大片草原種植玉米 這沒問題 但問題是 美國並沒有適合種植香蕉的環境 那香蕉從哪裡來 香蕉需要溫暖多餘的氣候 美國自身沒有 當然找其他的國家 而熱賴開發中國家 絕對是首選 然而這些國家的人民 都不見得有自己的土地 怎能去公益其他國家呢 很簡單 地不夠 就砍羽林 首先我們可以看到 氣焰在羽林中買地 然後砍發 並不用工人替他們種植作物 為了規避某些保險的支出 在90天內把工人解固 並換新的一批 最後他們收成了許多作物 出口賺取大把大把的鈔票 留下許多失業的功能 同時有發布業者進入雨林 砍發高價位的樹木 不只是那些被砍發的樹木 為了砍那些樹而開闢的道路 也使許多無辜的樹木遭受搏擊 再來是那些被公司解固的香蕉工人 他們深入雨林密地開闢 種植作物已補空 這時我們該想想 難道政府沒有想要幫助這些可憐的農民嗎 答案是肯定的 以瓜地馬拉德阿本斯政府為例 在政府提倡了一連串的土地改革措施後 跨國企業感受到自身利益受到威脅 紛紛回到母國尋求協助 而這樣的結果導致諸如美國 應用一些政治手段 逼迫那些推動土地改革的領導者下台 在這樣複雜的網絡下 我們可以看到 最後的結果又回到 雨林持續被砍發 生物失去棲地 物種數量快速減少 看到這裡我們該想想 真的完全沒有辦法解決這樣的情況嗎 而且沒有看到 這是一個複雜的情況 不可能從單一的一個點就把它完全解開 因此我們應該考慮幾個面向 首先 我們可以想到的是 我們應該與尋求社會正義的民眾聯合 根據體驗來看 許多的社會改革 都是由尋求社會正義的民眾所促成的 舉例來說 我國的家暴防治法 其實是在婦女團體的奔走下通過的 因此作者認為 雨林保育者應該與追求社會正義的民眾聯合 將雨林保護也納入這個改革的範疇中 而另外 作者也在書中提到了一個比較特別的觀點 保護區的面積的確是越大越好 但是我們應該更注意的是 保護區外物種面絕的比例 因為在現況下 我們不可能讓所有的雨林都化為保護區 但是他們提出了一個說法 即使保護區面積較小時 只要保護區以外的地方 面絕的物種比例不高於一比例時 保育的成效仍然和保護區較大者差不多 以這張圖為例 假設這個地區總共有100個物種 而保護區面積為40% 可以保護80個物種 而面積只有20%只能保護到60個物種 接著我們再來看 會收到保護的物種面絕比例 假設保護區面積40%以外的物種100%滅絕 也就是消失了20個物種 那麼總共還會剩下80個物種 而如果保護區面積20%的地方 其他地方只滅絕了50%的物種 也就是會收到保護的物種40個物種中 只消失了20種 那麼最後剩下的也是80個物種 接著我們應該再來提到的是 作者另外在書中提出的一個統計 以咖啡人為例 使用傳統農業方式經營 也就是有火樹、咖啡、乾燭等多樣作物 分成種植的情況 比起現在農業系統 大規模單一作物種植 即使用大量的化學、肥料及農藥 這樣的情況比起來 使用傳統農業方式經營的昆蟲數量 高出了許多 這就是作者認為在保護區外 應該採用的一個農耕模式 即使保護區面積只能達到一定的比例 但還是能夠維持一定的物種數量 那麼身為高中生的我們能做些什麼呢 我們可以減少購買來自熱帶雨林地區所產的作物 這麼一來就可以使大公司或者是農民 不再只是為了產量而繼續開發雨林 或者是採取現代農業化學系統而繼續傷害雨林 我們更可以配合政府的鼓勵政策 讓農民改回傳統的耕種方式 並且使農業用地與保護區並存 達到作者所希望的地景千合體等模式 以保育最大量的生物 那可是我們怎麼知道哪些是來自熱帶雨林地區 哪些不是呢 我們可以透過一些機構 像是台灣主夫聯盟 他們會篡選產品 或者是確認產品的來源 背後的交易是否公平正當 對產品對我們都是一大把關 那我們想要強調的是 為了自己 為了後代子孫 為了地球 別再讓犧牲掉熱帶雨林 而來的食物出現在我們的餐桌上了 我們也可以選擇有公平貿易認證的產品 這個認證不只保障了農民各選衣 也讓商品透明化 然後就可以達到生態保育 甚至是永續發展的效果 那 最後我們來想想 大國的商人為了利益 供出了讓出了雨林 而小國的農民 連自身的生計都沒有辦法估計了 也將環境問題擱在了一旁 而這使得我們 是不是應該做些什麼 而不是在餐桌上繼續啃食著那殘波的雨林 以上是我們的報告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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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 謝謝三位 我想請教三位同學 希望三位同學 都能夠有一些回答 我想說熱帶雨林 我們要搶救這些快要滅絕的雨林的分布的話 我們要拒絕吃熱帶雨林生產的一些作物 那你說也要多了解哪些植物或作物是從熱帶雨林出來的 你有提到一個建議是說主婦聯盟 那我想說全部養賴全部連縫是對的嗎 是夠科學的嗎 那我想請問上面 你們是不是知道有哪些作物是來自熱帶雨林的 作物的話其實我們在 就是我們以前可能在國中第一課品上面都學過 最簡單的作物就是像咖啡 可可 椰子 油棕 或是香蕉之類的這些東西都是很自癒的 而其中我是覺得像香蕉這種東西 因為台灣 我們自己也是一個水果粉朴 我就覺得香蕉這種東西沒那麼多 然後 至於其他人 它可能在 至於例如說像咖啡還有 這些可能就必須要稍微比較注意到 很外面不只 其實不只是主婦聯盟 他公平貿易認證這個東西 也是 他是像咖啡 他對於咖啡有比較多 就是一個認證 所以說 就是說 就是可能會從不同的機構下去 請問他的認證是認證有機 非有機 還是認證來自於雨林還是非雨林 公平貿易認證它最主要的目標是要保護生產者 所以這邊比較強調的是在 因為我們前面提到大國跟小國那個農民是被壓榨的 所以公平貿易認證主要是保障了這些農民 不再只是就是被壓榨然後沒有利益 或者是90天就可以採用 所以並不表示它是來自於非雨林替代的東西嗎 他那個是基本上那個 他的認證是都是來自於 他會認證來自於雨林的東西 但是他看的是生產者的一個保護 以及還有他鼓勵有機跟做 所以假如說是小農子 他自己生產的來自於雨林你買不買 我想的話 要是他使用的方式是傳統的方式的話 那這樣子我是會買的 那這個東西對於雨林的保護有沒有幫助 如果說 與其說要比起 比起還是被開發成單一 剛剛在前面提到一個大規模單一做種子 這樣子反而會讓更多的昆蟲 或者是任何動物吃一些的棲息 可能的棲息地 那這樣的話我想那個傳統農業方式 經營會是比較好的 那我想請教最後這個女同學 就是這樣一點點時間 我想請問這樣以台灣為例子的話 我們就拿香蕉來舉例好了 我們台灣到底有 你有沒有試著去瞭解 台灣有多少是從雨林進口進來的香蕉 或者是我們完全不需要仰賴進口香蕉 你在日常生活的超級市場當中 有沒有看到任何進口的香蕉進來 我沒有 我從來沒有看過有進口的 我通常都是以日常為主 好 謝謝 好 時間到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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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am